投资焦点其实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理财意识抬头 相信也有很多人都会透过投资基金来作为个人的财务规划管理 不过最近基金市场似乎掀起了一些波澜 最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中国A股入魔的影响 现在国内有两档核保资本基金 包括像是核保中国股票M美元 以及核保中国股票IM美元 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投资陆股的比重超过10% 因此宣布将会在9月17号就要开始终止在台湾的销售 而对此基金达人罗基夫他就指出 现在境外基金投资A股的比重限制 是在2008年7月从原先的0.4%放款到10% 而这个10%的投资限制至今已经长达10年之久都没有改变 而境内基金的投资A股比重则是没有设限 他还说目前在台湾合法销售的境外中国基金 其实应该要叫香港基金 因为持股多半是投资在香港H股 而真正投资在大陆股市的基金大多都少于10% 因此如果一旦超过这个限制就得要下架 而未来A股在MACI的局比权重还会再提高 因此包括像是欧桥商会等等的外商 其实他们都不断地向金管会来建议 希望能够将境外的基金投资入股的上限 从原先的10%再上调到30% 对此金管会的官员也表示 其实目前A股占MACI的权重 大约落在0.75%到0.8% 其实距离法定的标准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基金的下架潮 而金管会官员还说将会在今年底之前 检讨松绑境外基金持有中国A股的投资限制 而根据了投信投顾工会的统计 其实今年7月 现在我们国人投资的境外基金规模 居然高达了3.5兆元 创下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人在关注这一块 其中固定收益型的基金 单月成长的金额最多高达388亿元 还有股票型的基金规模成长了239亿元 新兴债基金单月也增加了227亿元 现在工会的发言人就表示 一旦境外基金投资入股上限放宽的话 将来台湾上架销售的基金将会更多 而我们国人可以选择的投资标的也会变得更多 当然我们新观点也帮大家整理出来 目前国内看到了境内和境外的基金人际排行 其中投资人相当喜欢买的境外基金前五名 分别是以美元计价的安联收益基金 还有南非币计价安联收益基金 以及富兰克林新兴固定收益 还有像是联博全球高收益债 以及备来的世界矿业基金 在这境内的投资基金 前五名分别就是富华的数位经济的基金 还有像是富华中国新经济A股基金 甚至还有像是联博全球高收益债券 另外像是富华中小精选基金 以及摩根中国A股基金等等 也提供在这里给您参考 当然如今基金增持入股似乎已成为趋势 所以现在市场专家也开始要提醒投资人 如果你们手上有持有入股的基金 可以从三大方向来着手 来避免你们的权益受到影响 第一个就是如果手中持有 尚未发布下架通知的境外入股基金 可以选择定期定额来取代单笔投资 来保障自身的权益 再来就是投资人留意经理人的操作方向 特别是大陆股市的投资比重 如果接近主管机关订定的投资上线 就需要提防未来可能会有下架的宣告 而最后投资人如果非独爱大陆股市的话 可以挑选大中华等区域型的基金 因为和单一国家的基金来相比的话 区域型的基金相对不容易达到 主管机关的限制投资比例 也提供给您来做参考